来到环球万花筒 我们要到公园去 只是如果要你说出 城市里最漂亮的公园 你会想到哪一座 吉隆坡的湖滨公园 国外人爱国 如果国外的城市公园 那就要看看下来这张图了 好 例如早前是网络疯传 拥有完美比例的 美国曼哈顿中央公园 法国巴黎 繁华都市内则有卢森堡公园 还有伦敦的海的公园 提倡言论的Speakers Corner 应该是媒体人都听过的公园吧 这些公园其实都不错 打理得很棒 只是人工的痕迹 就有点太明显了 我们不如来看看 罗马尼亚首都 一个由荒废之地 自然演变成的生态保护区 清晨时段 摄影师赫尔木特 漫步于罗马尼亚首都的一个新公园 拍摄鸟类自由生活于 这自然生态的最原画面 2001年 当罗马尼亚首都布加拉斯特的居民 议论纷纷他们的高楼大傻之间 好像出现了一个野生 湿地生态公园的时候 国家地理杂志就委派了摄影师赫尔木特 来到这里探个究竟 结果他到步之后 就被这里的生态环境深深吸引 他留了下来 并连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成立了布加拉斯特自然生态公园协会 积极向罗马尼亚的政府 争取让这一片湿地 成为自然生态保护区 经过四年的努力 罗马尼亚政府终于在今年的五月份 让这城市被遗忘的角落 正式成为国家自然生态保护区 这些罗马尼亚首都政府 无心插柳之下 形成的自然生态保护区 现在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城市 湿地公园 当然如果要认真说起来 这片湿地其实是罗马尼亚 在二战之后共产主义政权时代 在布加拉斯特南部挖掘湖泊 重新规划城市时 留下了这个产物 并随着政权的更迭 而被遗弃至今 没想到却成为了 动植物自然生态的天堂 183公顷的生态区里 如今生活着接近100个物种 在这片荒废了数十年的土地上 除了动植物 也吸引了一些流浪者 在这里建立家园 可是现在这片土地 升格为国家自然生态保护区之后 他们面临着搬迁的危机 这融得下各种动植物的自然生态区 难道反而融不下人了吗 这又违必 公园管理单位 计划聘请有益者 成为维护这公园环境的工作人员 让这一片土地继续成为 人和万物和谐共存的生态区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罗马尼亚 那就别错过他们首都的这一片 号称欧洲最大的湿地公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